救難弟兄一步一步艱難地走在碎石中 以人力拖拉白玉 將不慎坠谷的山友運送下山 但救援過程非常困難 小心喔 對 才好點他 搜救隊員在斷崖處手腳並用 小心翼翼 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 拉著繩索往上爬 意外就發生在3號上午 武林農場後方這座白月 有武林四秀梅玉的品田山 57歲徐姓男子和朋友前往攀登 疑似在峭壁處沒有拉好繩索 徐姓男子坠落約200米深的斷崖處 朋友立刻呼喊卻都沒得到回應 趕緊報警求救 山防局立刻出動 直升機救援 六名救難弟兄全部撞快步上前 乘直升機前往事故現場附近 下午2點30分就接觸到傷者 但徐姓男子早已沒了呼吸心跳 由於平田山山勢都翹 直升機無法直接下到山谷進行吊掛作業 再加上天色逐漸昏暗 救難員只好先將坠谷山友運送到平台的三角點 救難隊員則利用攜帶的裝備在山上過夜 等早上再繼續搬運 才有直升機吊掛下山 由今日早上8點03分 申請空間重退直升機 將大體吊掛至竹東和平公園 平田山海拔3524公尺 是504秀之首 還能難度不異 是不少山友都愛去挑戰的百岳之一 但徐姓男子卻不慎墜谷 消防局再次呼籲要做好自身體力評估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和睦堅彭新妹新竹報導 Karina's叫她 先他們想給郡離脱文 請憲 verbal 於非免會 不講解